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 台湾有媒体称 习近平将细化防止台湾独立的内容 与此同时 台湾国防部在日前推出的 2017年中共军力报告书中 也提出了整体评估共军犯台的可能时机 那么中共将如何进一步封堵台湾的独立意志 台湾如何反制围堵呢 我们连线美国几色家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 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观众听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他在去年11月纪念孙中山大会 以及今年八一建军节谈话中都提到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有分析人士预测 这六个任何极有可能被写进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文件 王教授您认为这六个任何是不是会成为中共进一步封堵台湾独立的纲领呢 这六个任何的话很多人认为是针对台湾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六个的话是讲给其他 也讲给其他国家 比如说包括美国 日本及印度听的 那当然如果针对台湾来讲的话 如果把它写入这十九大的这个文件里面的话 算是中共从2000年开始一系列的用法律的手段 条文的手段来把一个政治问题作为标范 怎么讲呢 2000年的话有所谓的一个中国的白题书 然后再来的话2005年的话有所谓的反分裂法 那现在要把这六个任何写进去的话 不过是对于台湾在中共视为是走向台独的这个路线上 表示极高的焦虑 然后希望说能够反独 正至于促统 所以至于说实现的效果怎么样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我们看到在北京这个重重包围之下 城城这个包围和封堵之下 您认为台湾如何能够反制这种围堵呢 我想这个北京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 多年来的话并没有什么改变 过去的话因为国民党执政 那对于在这个一个中国的问题上的话 北京并不担忧它会相逆而行 那虽然说可能台湾停在那不动 但基本上不会往相反的方向走 比如说两边的话塑造了一个所谓的九二共识 对北京来讲的话 他们各取所需就是取这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 对于台北来讲 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话就是取其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大家各取所需 但是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 北京深深的焦虑就是说民进党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 谈到九二史实等等 然后在很多方面的话 在北京看来的话 台湾有走着文化台独或软性台独的现象 但是从政治层面来讲的话 蔡英文政府目前并没有做出挑衅 基本来挑衅这个所谓九二共识的事情 他讲的东西是有九二共识的这个内容 但是没有这个四个字这样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的话 做一些很多在他内部可以做的事情 说真的这个北京虽然希望用这个法律的方法 来规范这个政治上的事务 但这两岸的问题最后还是一个政治的事情 并不会因为说你法律规定有多细的话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法律规定很细的话 虽然说给台湾设了很多的红线 但是如果说红线到最后 如果没有办法实行的话 反而会损了北京的威望 那么有评论人士说呢 大陆独裁台湾独立 两独相克 正在撬动海峡两岸的地缘板块 那么王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呢 自从这个2016年以来 两边的这个民族主义 似乎有逐渐升高的现象 那台湾毕竟是比较小 所以与其这个跟这个大陆 13亿人的这个民族主义来对抗 再加上北京政府把这个收复台湾的话 视为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台湾要很小心地来应对 这个大陆民族主义的这个兴起 过去对台湾的话是充满了好奇 甚至于好感 那但是现在的话 大陆的民心对台湾 似乎有冷淡的现象 好的 我们感谢王维正教授 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我们的连线采访